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記得是寫在前面 也就是它串接完之後的結果 就幫你把它丟進來 利用那個列 列的變 因為我們將來呢 會輸出的這個 位置基本上 會從那個輸出完第一個第四列 再來就第五列 一直到103列 所以呢這裡會變動的其實就是它的列 那我可以利用一個i的這個變數 去變動它嘛 讓它可以一個一個慢慢輸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設我今天呢 游標把它放在 這邊好了 那如果我要讓它 偵錯裡面有個主行啦 因為 如果我直接把它執行的話 它從頭到尾就直接完 直接執行完畢 那如果說未來 要看細節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主行 主行對應到的一個 快速鍵就是F8 那這個F8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游標也是這樣放中間 那按F8 F8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它會是黃色的一條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只要執行過之後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這個上方 它會告訴你說 目前的 變數 它裡面是放什麼 OK 那比如說現在I是4 那這個後面的敘述是 我要把後面的東西 後面這一串 09 11 一個減的符號 and format之後的結果 這邊是84 格式化成084之後 串接 後面再串接什麼呢 這裡面是7 在007 把這後面的東西全部 串接完之後 幫我丟到 哪一個呢 1 這個是4 14的儲存格 OK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再按一個F4 你會發現 它會怎麼樣 幫我把這一行給輸出 F8 輸出 好 NAS的意思就是說 我下一個變數 有沒有 這時候I變5啦 意思是說 I的 4的下一個 那就是5嘛 5一樣嘛 把這個後面的東西 把它串接 那就09 28 然後後面的話 and什麼呢 28 就028 這邊的話呢 就43 就043 串完 這個是後面串接 串完之後把我丟到哪裡 丟到 5 就是E5 所以丟到這邊 所以其實按 F8 輸出 OK 那我想後面的動作都一樣 那可以透過什麼 一個回圈 再加上一個Sales的序 這個Sales 實際上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那就可以 去控制 我們Excel的所有的動作 也就是說未來 我們所有 只要在 Excel裡面看到的 所有的 功能 所有的 這個你看到的東西 以前用滑鼠鍵盤能夠控制的 你也可以用VBA來控制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未來 甚至呢 你可以不需要動滑鼠鍵盤 他也可以所有的事情 一次就幫你全部做完 OK 那這樣 相對的 你的效率就可以提高了 OK 我把它全部執行好了 如果後面你不要在 租行的話 你不用一直按 那麼辛苦 你最後其實直接按那個執行就可以了 他會幫我把結果給輸出 OK 然後清除也是一樣 當然你可以按F8 他會清除第1個 清除第2個 全部把它執行完了 OK 後面的話再來就是說有關那個方弦部分 方弦部分 那請各位試一下 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地方利用那個增錯裡面的 F8 去做那個 煮行的 這個控制 那這個 使用的定義裡面 有沒有按確定 有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個薄蘿蔔一個坑 然後把它帶過來按確定 他會最後幫我把他結果做出來 當然 現在 職場上有一個需求 就是專門寫這個 制定函數的 他也不叫工程師吧 他的名稱好像叫什麼 類似 是 資訊人員 但是他主要在 做行政工作 OK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這個 那怎麼把這個東西都做出來 不過最後他當然沒有辦法像剛剛按按鈕這麼快速 至少呢 可以簡化一些流程 那做法上面的話 一 一樣先 切到那個Visio Basic 二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在那個 這個地方 假設我要一個手機函數 那我就 這個地方我重做一下 把它delete這掉 插入一個 程序 這邊輸入 第一個動作 輸入手機 形態的話呢 把它 選擇 記得喔 關鍵的地方 方選 OK 然後呢 我們按確定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三個資料 所以請你把 1123 選起來 Ctrl C 再來的話呢 切到 這邊的方旋後面 記得 小刮壺裡面呢 把它貼上 然後我們就會有什麼 把這邊 記得 中間 加一個 豆點 豆點 然後這邊加一個豆點 最後的話喔 意思就是說呢 在小刮壺裡面放三個資料 將來呢 跳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在手機這邊就出現了 按確定 123 OK 那我如果說呢 當使用者 給我三個資料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處理呢 一樣喔 我把 最後的結果 輸出到自己 記得喔 前面是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可是制定函數是輸出給自己 他會再把結果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 09 AND 前面是一樣 AND什麼呢 AND門號 AND電信業者 所以你就 把這個電信業者搬下來 按桿抽鍵 把它複製一下 09 11 電信業者 這個東西他會帶過來 放在這裡 AND 什麼呢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AND 什麼呢 門號 不過把它format 所以你這邊可以 把它format 門號區 把門號區 這個帶過來 豆點 000 0 0 OK 那其實跟前面差不多啦 只是因為這個資料從這邊帶過來 那上面是自己去上面抓 抓那個 哪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面的話呢 再把它 拖拉 拖拉複製 把這邊改一下 拖拉複製 門號 本來是區碼 改成門號末碼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完了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流程吧 最後呢 你可以測試一下 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錯 沒有錯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 點這邊 插入函數 找一下使用的定義 手機 OK 1 2 3 他給1、2、3嗎 後面穿出來 確定 點兩下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有關制定函數的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做完的結果 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 也有那個 最後做完的那個 参考答案 OK